肠药病,动脉硬化,癌症,人类为什么会得病? 供给我们生命的氧气,居然也是健康的杀手。 提起蜂产品,不仅有蜂蜜,蜂蜂浆,还有一种被称作紫色黄金的物质,蜂胶,近年来备受关注。 蜂胶对我们的健康究竟有着怎样的好处? 在假货横行的蜂胶市场,如何才能吃到放心的真蜂胶呢? 再次走进纯净的东北森林,紧牢的黑风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探寻黑风风娇的宝剑之谜。 地道食材料理精彩,这里是八辈子学吃,我是德豆。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给您介绍过的东北黑风酿造的雪蜜,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 现在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过来,想要了解一些关于蜂胶的知识。 您比如说什么样的蜂胶好吃起来放心,蜂胶对于人体又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等等等等。 蜂产品是咱们家家必备的天然健康食品,而在神秘的蜂巢内,不仅有大家所熟悉的蜂蜜,蜂王香,蜂花粉,还有一种被称作紫色黄金的物质,蜂胶。 据说,蜂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辅助降血糖,降血脂的功效。 提起蜂胶的保健作用,不少人都亲身感受过它的益处。 平常自己有没有吃蜂胶产品? 吃过,吃过一段,主要是考虑到增加免疫力,吃过一段蜂胶。 喝了蜂胶,提供免疫力,能吃那个贬密。 我去买蜂胶,吃了以后,我这个流汤病变化症, 脚妈妈,提妈妈,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我以后就一直吃了,到现在这五年了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要说这个蜂胶啊,确实是一样好东西。 但是要说起为什么这么多朋友们都喜欢和青睐它呢? 这就不得不说起另一样物质了。 只要是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您呼吸的是氧气的话,都无法避免它。 氧气是人类滥以生存的能量,但不可思议的是,它也在一点点侵蚀着我们的健康。 因为氧气不仅会爆炸,更是会腐蚀它所碰触到的一切物质——钢铁。 食物 我们每一次呼吸,便会有2%的氧气与机体反应,产生有害的氧化物质。 因此,人体每天都在生锈,所而产生的铁锈,就是具有强氧化性的自由基。 自由基对于健康和生命的侵害,已经受到全球性的重视。 据权威机构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死亡人数最高的几种疾病是,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而这几种疾病均与自由基有直接关系。 就像空气中铁钉生锈,切开的苹果变成红褐色一样,自由基会破坏健康的细胞,侵害人体内的蛋白质、酶等物质,造成人体组织器官受到破坏,加速机体的衰老进程,并诱发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种疾病。 每一天,我们体内的细胞至少会被自由基攻击73000次。 拥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自由基被称为百病之源,生命杀手。 自由基无处不在,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讲,更是无孔不入。 除了呼吸之外,抽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辐射、电磁波的伤害,不可抗拒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添加剂、果蔬农药等化学药物的滥用, 以及压力过大、焦虑等不佳的精神状况,都可能使我们每天遭受数十亿个自由基的无情攻击。 因而,如何清除过剩的自由基,并从天然食物中提炼抗氧化物,成为远离疾病的首要任务? 中国农科院密封研究所通过实验证明,风胶能够有效延缓食物的腐败,清除自由基,减少过氧化物的生成, 其抗氧化的活性又与同剂量的化学抗氧剂。 这也揭秘了,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制作木乃衣时使用风胶的原因了。 因此,风胶保健品成为可以有效抗氧化,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天然自由基清除剂,受到人们的青睐。 不过,我们对蜂蜜、蜂王浆等风产品都有比较具象的认识, 那么,藏在这黑色胶囊中的风胶到底是什么呢? 早在1.3亿年前的白恶级时代,蜜蜂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 在上一年的变迁中,统治世界的强悍霸主恐龙相继灭绝, 而小小的蜜蜂却在这沧海桑田的巨变中生存下来, 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蜜蜂群居的蜂巢内,阴暗、潮湿、空间狭小,非常适合微生物的生长。 可令人费解的是,蜂巢内却非常清洁,完全不会滋生细菌。 并且,在蜂巢内还存有大量营养丰富的蜂产品,如蜂蜜、蜂王浆和蜂花粉, 而这些蜂产品却永远不会发霉、变质。 那么,蜜蜂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来保持蜂巢内的清洁和抵抗细菌呢? 王德忠,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养蜂人,养蜂二十余年,家中世代与蜜蜂和蜂产品打交道。 蜜蜂生活的蜂箱完全是一个无菌的空间里,它的温度在33到34摄氏度,湿度在40%到80%湿度很大。 在蜂箱内没有发霉的东西,但如果一旦你把蜂箱内的蜂胶完全清理出去,一点不留, 那么蜂箱内很快会发生细菌滋生霉变,那的话蜜蜂就会生病。 如果不人工去打药、治疗,那就会有大批的蜜蜂死亡。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蜂蜜是蜜蜂的粮食。 蜂花粉是幼虫的粮食。 蜂王浆是蜂王的粮食。 而蜂胶就是蜜蜂的药。 蜜蜂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当蜂巢内出现透光的孔洞或缝隙时, 为防止细菌侵入,以及维持蜂巢内的湿度, 工蜂便会用蜂胶去填补。 因此,在蜜养蜂群中,蜂胶多在蜂箱与蜂箱盖的缝隙, 以及潮批的外矿上发现。 蜂胶与蜂蜜不同的。蜂蜜是蜜蜂采集花蜜发酵而成, 而蜂胶是蜜蜂采集塑胶与自身的分泌物而形成的。 蜂蜜是蜜蜂采集在,我给大伙看一看,采集在蜂巢里, 咱们这个就是蜂蜜,蜜蜂就把蜂蜜采在蜂巢里发酵, 这是蜜蜂的仓库一样,而蜂胶不是, 咱这种毛,我给大伙看一看,这个就是蜂胶那种毛胶, 它是蜜蜂采集回来以后,吐在咱们靠蜂箱披挂上, 靠边缘,蜂蜂的边缘,蜂胶就在这个蜂蜂上,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蜂蜂胶,这个就是蜂胶, 它一般情况下都在靠蜂箱边上, 它细菌越来越侵入的地方,所以靠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上下,这两边,再是蜂箱边上。 毛胶是未经提纯的蜂胶。 夏秋季节,当树木受伤或者长出新芽时, 便会分泌出胶状的枝叶, 这就是蜜蜂酿造蜂胶的原料。 蜂王产卵前,蜜蜂便会预先在巢房内涂抹蜂胶, 杀菌消毒,有了蜂胶的营养与保护, 小如针眼的蜂卵才能成长为新的生命。 然而,蜂胶不仅能够守护蜜蜂的生命, 应用于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就用这种具有刺激气味的黑蜂 治疗皮肤病和伤口, 而印度和秘鲁人则用它治疗热带传染病。 蜂胶的保健作用一直带有神秘的色彩, 直到气象色谱仪的发明, 人们才检测和分析出, 蜂胶内含有30多种黄铜类物质, 30多种芳香脂, 10多种贴系类化合物, 以及氨基酸、维生素、蛋白酶等多种成分。 我国权威药典、中华本草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都将蜂胶列为药食同源的中药, 保健食品和药品原料, 并且认可它对调节血糖、血脂、 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和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 那么像蜂胶呢, 它之所以能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主要是它可以能够刺激我们肌体的免疫细胞, 比如我们的B磷麻细胞和T磷麻细胞, 能够比较活药, 可以让我们的肌体免疫器官去活药起来, 这样就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了。 本身蜂胶呢, 它是一种广普的抗生素,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蜂胶来涂抹在我们的伤口上, 比如说我们像如果讲了阶子啊, 用一些这个小毛病,皮肤感染的小毛病, 以及口腔之类的口腔炎类的毛病, 都可以用蜂胶来涂抹, 那么它就能把好多种细菌都给它杀灭掉, 而且能促进表皮的生长, 所以过去的时候它有很好的抗炎的效果, 除了这个作用以外呢, 那么蜂胶呢, 还有很好的一些物质, 那么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黄铜类的物质, 三贴类的化合物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物质呢, 相比较而言对人体呢, 有重要的一些干预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降血脂, 对我们的一些这个降血糖也有辅助作用, 另外呢, 还能帮我们呢抗氧化防衰老。 由于蜂胶自身带有较为刺激的气味, 并含有铅、拱等重金属, 不能直接使用, 因而我们现在见到的, 都是由毛胶提炼成的蜂胶胶囊, 那么这神秘的蜂胶, 真的能够帮助人体抵抗自由基, 远离疾病吗? 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蜂胶啊, 对人体特别好, 又抗氧化啊, 抵抗自由基的这个效果, 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确实是, 咱们可以用这个土办法做一下实验。 我们都知道, 淀粉欲点会变色的原理, 接下来, 王老师就用被淀酒氧化的面粉, 来模拟被自由基氧化的人体细胞, 看看蜂胶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抗击氧化。 现在还是用一个这个盛满白水的杯子, 加一点点酒进去。 搅拌,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均匀, 还会再把面粉放进去, 最后加点面粉进去, 它颜色就变了, 变成什么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平常在这个化学课上会有这么一个反应的, 应该说变成深色, 变成这个蓝黑色了, 慢慢成为黑色。 那么接下来, 您要把这个咱们的黑风风胶挤进去, 要挤进去不用去管的, 放到这儿就行了。 它慢慢就把这个面粉就还原了, 这个需要一段时间, 大约多少时间? 需要十分钟左右。 点是强氧化剂, 在接触到面粉的刹那, 便将白色的面粉氧化成黑色, 好比我们受到自由基攻击的免疫力, 变得脆弱, 基因发生突变。 那在滴入两滴来自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的黑风风胶后, 精致十分钟, 被氧化的黑色面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十二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桌面上的这一杯,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从刚才那种黑黑的颜色变成了淡黄色, 而且现在底部沉淀下来这个面粉白色, 已经还原了, 这就说明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好。 看来这个风胶不仅可以帮助蜜蜂来灭菌, 来让它更加健康, 而且通过这个实验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 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 延缓酸老, 提起风产品, 不仅有蜂蜜、 蜂蜂浆, 还有一种被称作紫色黄金的物质, 风胶。 作为最天然的保健品, 风胶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和喜欢。 目前市面上关于风胶的广告, 是铺天盖地什么样都有, 但是看似繁荣的市场背后, 却暗藏着健康的危机与威胁。 在鱼龙混杂的市场当中, 我们该如何去辨别风胶的好坏和优劣呢?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 跟着大周一起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 欢迎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观众互动热线, 您将会获得更多关于风胶和健康的知识。 虽然风胶的保健作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在采访中却有不少人反映, 之前一直服用风胶, 突然就不敢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我就喝风胶, 现在都不敢喝了, 这夹的太多。 现在就不大敢买, 买了又觉得吃的时候也想,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我不吃货, 我不敢去买, 这些都是什么呢, 人家送的, 都是家里有那样人, 他送的, 我敢吃, 你要外头自己买的, 这不吃货。 加风胶我买到过来, 第一个它用价格优势, 它来达到你, 说哎呦, 我这个风胶现在是个活动, 买二送一, 买五送二, 很游会。 我同学上过一趟大, 因为上一趟吃, 它不跟是不好的食品一样, 吃完以后麻辣多了, 它都很长时间反映不及多样, 对人产生的一些危害是慢慢的重现, 所以我以后对风胶就是很谨慎。 尽管优质风胶的价格不菲, 但因其特有的保健功能, 近年来还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据统计, 我国每年风胶产量为300吨, 然而每年的实际销量却高达1000吨。 那么这些多出来的风胶是从哪冒出来的呢? 河南省长戈市, 是全国有名的风胶生产基地, 这里有很多风胶厂家, 号称自己使用的风胶原料, 是提纯度在95%以上的提纯风胶。 然而, 进入车间, 你却根本找不到提纯风胶的原料, 毛胶, 反倒发现工人们在熬制一种黑色的胶状液体。 原来, 所谓的提纯风胶, 就是用塑胶加工而成的甲风胶。 风胶国家标准明确规定, 非密封采集, 人工加工而成的任何树脂胶状物, 均不能称之为风胶, 更不允许添加到真正的风胶里面。 天然风胶原料产量稀少, 提纯后每公斤售价高达700多元, 而用塑胶冒充甲风胶, 每公斤售价可低至140元。 可是, 对于用塑胶冒充风胶的说法, 不法商贩还有一套自己的所谓原则。 近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抽样15个品牌风胶产品中, 其检测结果就有半数产品被检测出参有杨树胶。 面对如此混乱的市场,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放心的真风胶呢? 都说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风胶是真的少假的多, 所以说咱们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 学会怎么去辨别它的优劣是非常重要的。 汪老师, 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教给我们大家去辨别风胶的好坏? 有, 咱们利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很简单啊, 利用一张餐巾纸, 用一张餐巾纸, 面巾纸啊, 面巾纸, 用一张餐巾纸, 您在家中也可以对风胶的优劣进行基本的判断。 只要将您所购买的风胶胶囊挤破, 把里面的风胶挤在餐巾纸上, 就能马上看出优劣风胶之间的差别了。 今天王老师来之前也是从市面上买到了一些其他品牌的, 一些不同样的这个风胶, 咱们今天选两种其他品牌吧, 来跟咱们这个东北的黑风风胶做一个直接的对比。 那好, 就把它挤上去就可以是吗? 是的。 将东北黑风风胶和王老师在市面上购买的其他风胶, 分别挤在餐厅纸上, 我们发现, 它们不仅颜色不同, 所呈现的性状差别也很大。 你看这个是, 刚才这个是咱们东北黑风胶, 这两种是咱们市面买上的, 市面买的风胶和咱们这个风胶的颜色已经是不同,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风胶的颜色, 它属于黑褐色, 黑褐色, 而且呢, 它在倒地止成之后吧, 它没有只给稀湿了, 而且还有一种黏度, 颜色也非常正, 能够拉起色, 还能够拉起色, 还有个拉湿的感觉, 而且这两种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两种, 你看这个风胶, 它这个颜色, 应该, 风胶不应该有这种颜色, 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酱油一样, 刀纸上之后呢, 马上, 就像酱子给吸湿, 硬染开了, 旁边有很多, 这是水分嘛, 对, 好像有油, 有一种油类在里边, 油类, 你看这个, 搞一个牙签一条, 它就什么样, 很稀, 很稀, 而且这个呢, 咱们也是市面买的, 你看这个颜色, 实际上是, 里边看着好像一种泥土, 好像是很黑, 而且有点面面的, 它这个, 它这个里边好像, 你看也是, 一样只是给吸湿了, 好像有水一样的, 好像有水是一样的, 优质的东北黑风风胶, 呈黑棕色的胶状体, 光泽度好, 并且粘稠, 不会扩散蕴染, 闻起来, 也有一股风胶特有的, 辛辣, 芳香的气味, 而劣质风胶, 呈水状或油状的酱油色, 非常稀薄, 由于风胶提纯度低, 或餐有杂质, 在餐巾纸上, 还会出现油状蕴染的情况, 那么, 除此之外, 天然的东北黑风风胶, 还具有哪些易辨别的特点呢? 还有, 咱们可以用这个水, 用水, 来检验一下吧, 水是怎么检验? 水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风胶挤在水里边, 咱好的风胶, 不用让水溶解, 不好的风胶呢, 可能寄到水里的水溶解了, 就会溶解的状态。 风胶中特有的成分, 使得不溶于水, 成为辨别真伪风胶,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么将市面上随机购买的风胶和东北黑风风胶分别挤入清水中, 又会出现怎样的区别呢? 市面这个风胶, 倒进这个玻璃壁之后, 马上溶解到水里边, 溶解, 而且颜色变了, 颜色变了, 现在已经看到, 沉到底上了, 已经成为这个乳状了, 而且它没有水, 你看咱们这个东北黑风风胶呢, 它这个水风胶, 它不溶解于水, 就不溶解水了, 就好的风胶就是不溶解水了, 有这个概念, 对是, 好的风胶应该, 它不被水溶解, 而且它在高快的角力时候, 可能是能站在杯子的边上一些, 但是水的颜色还不变, 不好的风胶到水里之后, 它马上就什么也没有了, 因为它都溶到水里边, 看来的确是市面上的风胶真的少, 假的多, 因为它产量少, 所以说才能称为紫色黄金, 紫色黄金, 它为什么能够称作是紫色的黄金, 因为蜜蜂它主要是以采集蜂蜜为主的, 不是以采蜂胶为主, 蜂胶是蜜蜂需要它杀菌的健康, 先给自己来用, 对, 咱们一箱蜂能有六七万只, 但是采蜜能采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间, 一年吗, 一年采蜜, 但是采蜜就二三十克, 所以它这个相差的比例特别大, 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蜂胶被用来当作建筑材料, 填补蜂巢缝隙, 被用来当作杀菌粮药, 保护蜜蜂和蜂产品, 免遭细菌侵害, 然而蜜蜂的主业并不是采集蜂胶, 而是采集它们赖以生存的粮食, 蜂蜜, 因此, 蜂巢中95%的工蜂 都会终身不停地采集花蜜, 住满蜂脾, 而对蜂胶的需求量和采集量 就相对要少得多。 在蜂群中, 蜜蜂的分工非常明确, 只有极少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工蜂 才负责采集蜂胶, 每年全世界蜂胶的产量 只有黄金产量的十分之一, 因此蜂胶又被称作紫色黄金。 然而蜂胶之所以珍贵, 除了产量稀少, 还因为它其中含有的一种神奇保健物质, 黄铜类化合物。 像蜂胶当中啊, 有很多很好的成分, 比如说我们说黄铜类的物质, 像黄铜类的物质当中呢, 有比较典型的像护皮素, 护皮素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知的非常好的 一种扩张血管的一种效果的物质。 除了护皮素以外的像卢丁之类的物质呢, 又是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另外呢, 能够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总之这样的物质都能够帮助我们 促进肌体的血液循环, 保持我们肌体的这个血管的内环境, 那么有辅助的降脂和降糖作用。 而且我们发现呢, 像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贴类的化合物, 它本身呢, 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呢, 不这么粘稠, 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么能使我们的血脂和血糖有降低作用。 那么另外呢, 你像我们这个贴类的化合物呢, 它还能促进一些糖尿病的药物的药效的增强。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来吃一些这个我们降糖的药物, 这个3T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提高它的药效, 那么起到了一个辅助降糖的作用。 提起风产品, 不仅有蜂蜜、蜂蜂浆, 还有一种被称作紫色黄金的物质, 蜂胶。 蜂胶虽然说对我们的身体有着诸多的艺术, 但是现在市面上您能够见到的蜂胶, 可以说是真的少, 假的多。 消费者能够买到真真正正的好的蜂胶, 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那么来自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的黑风蜂胶, 到底为什么被誉为是焦东上品呢? 它的纯净与品质就是由何而来的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 欢迎您播大我们屏幕下方的观众互动热线, 您将会获得更多关于蜂胶, 与健康的知识。 说起拥有世界级品质的蜂胶原产地, 人们首先会想到巴西。 而在黑龙江省饶河县, 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 东北黑风所产的蜂胶品质, 目前在我国也可谓是胶中上品。 咱们东北黑风是生长的, 在咱们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内, 咱们的保护区主要是环境, 咱们是存天然, 原来生人里的。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产品呢, 都是通过欧盟印证, 有机印证, 咱们国家的通过欧盟印证的, 就是咱们的绕线, 咱们那个地方。 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亚洲唯一为蜜蜂建立的保护区, 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隔离条件, 大部分地貌仍然保持原始状态, 并且生态环境良好, 胶原植物丰富, 使得这里出产的蜂胶营养成分高, 纯净, 没有污染。 而除了环境, 保护区中的蜂种, 东北黑风, 也为蜂胶的品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并非所有蜂种都会采胶, 例如我国的本土蜂种, 中华蜂就无法采胶。 黑风呢, 它属于俄罗斯进口蜂种, 东北黑风蜂胶, 它这个质量好, 它与蜂种有关系, 因为它是东北, 它是黑风, 咱们国家, 黑风, 就是我们那些质量保护区, 因为黑风的好处, 它不得病, 不得病的情况下, 就不用人为去给它捧药, 打药, 就没有那些二次污染, 就没有污染, 所以说咱们这个蜂胶, 它是纯天然的。 东北黑风的起源, 高加索蜂, 是生产蜂胶的最理想蜂种, 它们性情温顺, 耐寒, 抗病力强, 即使在零下30摄氏度的 极寒环境中, 也可安然过冬, 尤为重要的是, 它的采焦能力远远高于 意大利风等常见风种, 但为了遵循自然规律, 在保护区中, 并未为为了增加产量而人为频繁采焦, 而是依照每年的气候和蜂, 蜂蜂自己的需要, 自然极焦。 我们生活在日益紧张的生活状态当中, 为了提升我们生活和生命的质量, 我们在不断地绞尽脑汁, 去发明创造一些自然界当中不存在的药物和保健品, 在我们使用这些化学合成物质, 对身体进行保健和治病的同时呢, 确实给我们的身体健康, 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于是乎我们就倡导反谱归真, 回归自然的认识, 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风娇可以说是蜜蜂给我们人类带来最好的保健品了, 不仅可以调节我们的机能, 而且还可以补育我们的身体, 在防病与治病的同时, 可以全方为了给我们的身体施加以自然的保护, 称得上是改善我们身体状况的好东西。